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点06分了 今天在节目中 志平为您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一直在思考着 就是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 候选人能不能都提出 对台湾社会要能够提升的相关的政策 所以我们都希望 大家能够从政策的解读 或者是检视来挑选候选人 这才是在一场选举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选出 我们所说的选嫌语 最重要的一个路径 好 今天我们来看到 三个党的候选人 有没有都提出 跟台湾的社会福利相关的法案 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想探讨的 而正好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事情 就是早在民国87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已经通过了 社会福利基本法草案 但是当时是没有能够在立法院 获得共识 所以也没有完成立法 而好 现在我们这样来看 蔡英文总统 她日前在公开的场合说 如果可以连任的话 她要完成这个社会福利基本法的 这个立法行动 来 我们今天就为您来邀请到了 社团法人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 孙一静孙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秘书长您早 早 主持人早 各位观众大家早 是 谢谢 谢谢秘书长 一早来到节目当中 秘书长首先我先请您要为我们听众解说一下 什么是社会福利基本法 那么台湾为什么需要一部这样的法律 它规范了哪些团体或是现象 OK 因为其实台湾本来就有很多的基本法 目前大概有七个 包括原住民基本法 包括文化基本法 包括教育基本法等等 那当然社会福利现在是散落在各个法规里面 像儿少权法 生权法 老人福利法 长照服务法等等 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其实散落在这些各种不同的法律里面 我们面对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情况 是由民间团体来提供服务 那由政府来补助或者是用委托的方式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家然后福利的提供单位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到底要如何界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在一个机构里面 跟我的服务的案组发生争议 包括甚至跌倒受伤等等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用国陪 这个就是一个三方角色要界定的一个问题 那目前其实台湾在这个部分 并没有非常的明确 让我想到前几天的一个新闻 在南部有一位老先生 他好像去日照或者是一个机关 服务老人类机关 那是一个不用收费的机关 他吃了香蕉结果就噎死了 但事实上他其实他平常每天都来 而且天天吃香蕉都没有问题 现在家属就质疑他 事实上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件 其实目前是没有法可以规范的 目前其实当然是有法 只是说这个就变成 到底是属于业务过失致死 还是属于一个老人 自己用餐业到的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到底又 他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法律在规范 甚至是不是适用消保法 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所以这些争议还需要厘清 是是是 所以其实原来早在21年前 行政院就已经把社会福利基本法 送到了这个立法院去审议 当时还是草案 那可是当初在立法院 为什么会没有完成立法 那卡在哪些条文没有共识呢 我想当时其实整个社会氛围是一个属于台湾社会福利狂飙的年代 因为1990到2000年 整个社会福利学者把它定位为台湾社会福利黄金十年 那在十年当中其实通过了非常多重要的法案的修法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社会氛围会期待说 是不是要我们整个社会福利要再往前走 所以行政院有提出了这个社会福利基本法的版本 可是当时的版本其实是条文 比较是宣誓性的条文 它并没有解决一些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 或者是解决社府政府采购的问题 或者是用地租税等等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宣誓性的一个条文 那我们这一次主张的社会福利基本法 其实是希望它是一个架构性的立法 那甚至它应该要细致到 对于很多的税法 或者是劳动法规 或者是社府用地的法规 都能够有所规范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法 再授权定一些相关的执法 来解决目前零散在各个法规的问题 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是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好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的制品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邀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秘书长孙一信 请秘书长在节目中为我们来谈一谈 当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是很需要一部社会福利基本法 那么在早在20多年前 21年前 这个法已经送到行政 这个立法院里面 只是当时呢 因为可能只是一个宣誓性的法案 然后呢 各方都没有共识 所以也没有能够完成立法 那如今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检视一下 这个法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它的需求性如何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秘书长 所以当时当然没有在这个没有共识 所以没有通过 那可是在时间的变化之下 如果大黄金没有变的话 这个法通过的机会大不大 目前我知道总盟已经有这个草案 其实草你好在这边随时要怎么送到立法院去了 那行政院那边是不是 我在想一个版本也许不够 对不对 行政院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版本来相对应 如果是在谈基本法 它当然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大法 那国家当然要以行政院为主来提出行政院的一个版本 那民间这边也有在讨论 但是民间讨论的版本一定是有民间的想法 但是对于政府在实施这个政策的过程里面 政府一定还要检视它跟其他法规的进合关系 那是不是其他法规有的 它不要定 或者是其他法规有的 然后它定一个原则性的规范 来做一些排除或者是融入等等 这个部分还是要很详细的来讨论 那所以它其实需要跨部会的 整合各部会的一些法规人员的意见 那举个例子来讲 像它的原则到底是要定哪些原则 譬如来讲像我们的环境基本法 就有一个原则是像我们要走向非和家园 或者是像我们可以由人民代表环境来提起公益诉讼 或者是像我们原住民基本法 就有原住民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或者是我们教育基本法 就有一些教育经费要怎么编列的一些原则 其实每一个基本法 都有每个基本法要解决的问题 那当然在台湾我们期待的社福基本法 最开始其实是遇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社福的服务 它其实是很专业 它其实专业是累积在民间 那政府要向民间购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透过补助或者是政府采购委托的方式来进行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它就是由政府单方面提出一个标案 然后要提供服务的人就来竞标 那之前常常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就是价格标就会抢标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就 而且价格是单方面去制定 基本上这些民间社福团体没有参与智慧的余地 所以我们其实是期待说 日本跟德国他们都有像日本有都道府县 或者是德国就有邦跟联邦政府 他们其实在不同的政府层级架构里面 都有相对应的民间组织 而且是立法民定的 那这些社福业务的委托 它必须有一个价格协商机制 就是大家在谈说 我今天做儿少安置 做妇女保护 或者是做老人长照 这个部分我服务一个长辈 服务一个儿少的安置 到底他的日费是多少 我每个月的人事成本到底是多少 我要给多少才是合理 这部分其实是应该有一个 非常细致的讨论的过程 但是其实台湾常常就是委托研究 出了一个价格 然后开始讨价还价 政府就提供了一个价格去照标 然后在提供这个价格的之前 其实并没有一个和所有团体协商的过程 甚至包括说我们现在劳基法 其实这几年来越修越严格 就是蔡英文政府为了提升基层劳工的薪资水准跟劳动条件 其实做了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制 那这些其实也变成是一个成本 那这些成本到底有没有反映在整个委托价格上面 其实我们是比较没有看到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社府基本法某种程度 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问题来了 刚刚秘长告诉我们 在比较先进的国家 日本德国 其实都有所谓的 刚刚你所说 每一个层级的政府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组织 来处理这个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 那么所以可能在执行的这个案子 在过程中会比较严谨 会比较完整 对于民众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会比较更完整一点 但这些都会增加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 我有这样的推论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我要请民主长告诉我们 假定这个法完备了之后 完成了立法之后 可能台湾对未来社会福利 整体社会福利环境的建构 跟这些多少预算 应该来支撑这个社会福利网 其实会更明确了 是我想社会福利 其实在整个现代国家的一些发展的过程 是大家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家庭结构是脆弱的 所以家里面有需要服务的对象 常常会变成国家的责任 那我们全国人民要共同面对跟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单独一个家庭可以面对 那早期其实台湾等整个社会福利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在初期其实是宗教组织在提供 那后来就是有一些民间单位的投入 所以其实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市场 就是我们民众会捐款 来支持一个在第一线作战的这些社福团体 那甚至包括我们最近也有很多的食物银行的兴起 那早期就是对于一些弱势的照顾 像智能障碍者的机构 或者是天主教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服务 那基本上它其实是民间自发性的一种一个过程 但是自发性的过程就是你可以做 但是也可以不做 或者是你可以在某个地方做 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这个服务 那将来如果这个部分其实是立在法律里面 基本上政府就被迫它必须提供服务 或者是它如何结合民间的力量来提供服务 那这就变成是一个政府回避不了的一个过程 那在那个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可以领年金 有这个身份资格可以领 但是我们没有领到的话 我们是可以进行申诉或者是诉怨或者是行政诉讼 来争取我的法定权益 但是如果你今天需要一个福利服务 但是政府没有提供给你 或者是也没有其他民间团体提供给你的时候 我们目前的法律规定完全是没有跟政府有这种疏愿的关系存在 了解 他就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约束力了 没有一个比较有利一点的约束力 是是是 好的 好那这个刚刚秘书长您有提到所谓的租税这两个字 是 我的意思我想起呢就是跟后来刚刚您又提到 民众捐款给各社福团体 不管是宗教团体也好或是社福团体 宗教团体也许有宗教基本法对不对 然后我想请教的就是这个捐款需不需要缴税 缴税 这是不是跟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租税是同样一件事情 这两个其实是虽然都是在所得税法里面 但是它不同章节的规定 像我们民众捐款可以扣底 可以扣底 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列举扣除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在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那对于一个社会福利机构来讲 它整个执行业务的过程会产生所得 这个部分是属于盈利事业所得税规范的范围 那目前有一个免税的规定叫做 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的一个所得税减免的规定 那这个基本上它大概就是规范说你年度的支出超过年度 所得60%就不用科盈利事业所得税 但是到底哪些团体是属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它其实没有社会福利这四个字的呈现 其实财税部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免税的规定 其实也早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 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根据人民团体法去成立一个团体 那团体有提供服务的团体 也有连移性质的团体 像同学会或者是甚至很个人的济世工业等等 这些其实都属于人民团体 那这些团体其实它也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免税规定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税要又透过另外一个法 要不要来界定哪些团体可以免税 哪些团体是不能免税的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企业投资成立的基金会 它也是用免税 那企业就很容易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 来进行它的避税的一些做法 而这些能不能免税的规定 对于这个团体的营运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当然 原来有关于这个社会福利基本法里面 有关于这个租税的这件事情 它的严重性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 它甚至也散落在很多的不同法律里面 像营业税法 像价值行费 价值行营业税法 它其实也有一些政府委托社会福利业务 其实是免征营业税的 或者是像我们在那个印花税法 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减免规定 那甚至也有一些租税的减免是定在其他法律里面 像农会法 余会法 合作设法 邮政法 它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免税减税的规定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社会福利基本法 把这样的一个免税减税的规定 把它整合在其中一个法律里面 它不要散落在各处 大家在作战的时候动辄得救 或者是我们变成有些单位可以免税 有些单位不能免税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说这个法如果立的好 其实是可以更直接正面的鼓励大家好好的做好 社会福利团体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一来 社会福利团体也许可以有一个正当的营收 另外我们对于社会福利团体所提供的 这些社会福利的救助 更能够落实到每一个民众的身上 是那像我们最近也发现到 社福的空间取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空间取得就是它的这个防射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们防射当然是可以用自己买 或者是用租用 或者是由政府来委托 那像包括像都市计划法里面 在105年才把社会福利设施 加入变成公共设施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们知道用地或者是建筑物 其实它也会有地价税房屋税的一些产生 那如果说你作为社会福利用途 其实它也没有办法有这种地价税减免 符合地价税减免的规定 那像我们地价税如果我们承租一个空间 来作为社会福利用途 那出租的这个单位 它有可能要缴千分之55的地价税 那对于如果它没有办法降到 用千分之10的这种公益空间的一些 比较优惠的租税的时候 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单位 基本上它还是要提供很高的租金 来承租这样的一个空间 因为出租单位没有办法降低它的租税成本 那所以在生权法里面 有一个条文是说 如果你提供的场地 是公有非公用场的土地 那这些管理机关是可以完全免收租金 但是后来政府也发现一件事情 虽然免收租金 可是他们一样有地价税房屋税的成本 所以在后来的立法 生权法是只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立法的经验 到后面的像长照服务法 或者是像这些幼儿照顾及教育法 其实都是定说管理单位 得以地价税跟房屋税来寄收租金 那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它地价税还是降不下来的时候 它的租金成本就还是会很高 举个例子 像南港邮局最近不是要作为长照机构 有出租其中的三层楼 但是因为南港邮局它的地价税是适用千分之五十五 就是连一般公益出租的 像停车场适用千分之十 它适用千分之五十五 所以基隆医院要乘租南港邮局的这个空间 它每个月的租金是六十几万 其中地价税就占了四十几万 那这样子来讲谁租得起 那这样的一个场地租金的一个计算 如果没有办法降下来 将来根本就没有办法提供优质的 或者是可敬的 或者是平价的长照服务 所以这里面很多环节都是息息相关 这个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邀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 孙一信孙秘书长来到节目中 问大家介绍什么是社会福利基本法 而台湾目前这么多的社会福利团体 真的需要一部社会福利基本法 好好的规范 所有不管是他们做各项的盈利事业 或者是甚至于社会救助事业 相关的一些跟他们有关的任何细节 我们都需要好好重新检视 同时要好好规范 需要这个基本法 所以秘书长对不起 我们时间剩下不多 所以最后我也要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请您 为我们归纳一下 当前没有社会福利法 基本法的这个乱象是什么 而有了这部法之后 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今天最后做这个总结 好没有社会福利基本法 基本上我们现在提供服务的单位 它就是散落在各个法规里面 像它可能是透过人民团体法 去设立的团体 或者是根据财团法人法去设立的基金会 那我们其实现在变成说 它没有一个很完整去界定 哪些是属于社会福利团体 或社会福利事业 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 因为每一个法律的指称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必须好好规范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它我们其实是期待在社会福利基本法里面 能够让我们在县市的层级 在中央的层级 有一个社会福利团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 能够跟政府有一个架构性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程序 那除了对于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协商 也可以对于所有社会福利委托 业务价格的一个协商机制 能够好好建立起来 好非常的完整 我们非常谢谢 秘书长今天这个节目 跟我们的分享 这个问题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重视 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 志平就在这跟您说拜拜 我们也谢谢秘书长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解说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